这是一个LED的电源 这个是隔离还是非隔离呢 我们看 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电感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就是一个电感线圈 直通的 所以它不是变压器 就是一个电感线圈 它是相通的 它是一个电感 有电感 对吧 它就是一个电感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隔离的 初级和次级是相通的 是非隔离 如果是一个变压器 多组脑组 有初级有次级 那么初级跟次级隔离了 这个是升压型还是降压型的 其实我们通过网络表一测就知道了 测试它的电压就知道了 把电源打开 我们直流电压档 这个是绿波电容 测在这里多少伏呢 这里才有310伏的电源 是吧 整流率波 得到310伏的电源 好 那么输出这里 这个电源IC 看这里有个电源IC吗 电源IC在这里输出 第二多少伏了呢 169 那证明这是一个降压型电路 对吧 从310伏 310伏电压 通过这个电源IC工作以后 得到170伏电压 那就是可以证明这是一个降压型 降压型电路 飞隔离降压型 LU的驱动电源 我们就这样判定了 好 老铁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放下到这里 更多的电子支持 请关注每一灯 我来的电子 我来的电子 好 我来的电子 好 灯 我来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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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的话